你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我明显在这些东西 漫威刚刚在圣地亚哥动漫展上 发布了接棒惊奇少女的新剧 女浩克的最新预告片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女浩克的设定 比惊奇少女更有意思 从预告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故事围绕女版浩克珍妮福展开 但是男版浩克班娜的戏份也不少 本剧将大量延续漫画设定 珍妮福是个专门研究超级英雄法的律师 同时也是绿巨人班娜的表妹 一次意外导致詹妮福受到几乎致命的枪伤 班娜不得不近亲输血挽救她的生命 这也使她获得了超能力成为女浩克 女浩克拥有绿巨人的大部分能力 但是超能力需要被开发和训练 于是班娜就成了詹妮福的导师 在一座小岛上秘密训练詹妮福 甚至为她准备了盘力短裤 班娜没想到詹妮福的潜力和天赋比自己还要强大 不但在力量上不相上下 在灵活性上也更胜一筹 而且詹妮福的变身不需要借助愤怒 女人果然比男人进化的更高级 当詹妮福带着超能力回到律师岗位上后 被调入了专门为超能力设定的超人类法律部门 本篇除了浩克 还有他的死对头增悟也有出场 而且超人类法律部门 还让珍妮福当增悟的辩护律师 另外还有奇异博士的好战友大法师王 和浑身暗红色战衣 手持双棍的夜魔侠也会客串亮相 另外还有女浩克的速敌反派泰坦尼亚 也在预告片中出场 不过许多网友批评泰坦尼亚的造型 看起来过于廉价 有点像超市里的万圣节装扮 女浩克被漫威制作成 首个30分钟的喜剧系列 所以这部剧看起来将会十分轻松搞笑 和DC剧集的黑暗风格完全不同 非常符合漫威和迪士尼的纪调 本剧将于2022年8月17日 在迪士尼流媒体上播出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喜欢请点赞加关注